我不是那鬼 我真的不是那鬼 混蛋 你是不见关才不落泪 你来 不要 不要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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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斌 一直在你身边的警察 是我 1986年的香港 最大社团和新胜准备选举新的座管 为乐制黑帮势力 相当警队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 有组织最暗级三合会调查科 简称反黑组 这是反黑组警员陈凤翔准备收网的日子 因为堂会上 各方黑势力为了竞争座管 都会将自己一年的猖狂行径和非法生意合盘托出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有了这最有力的证据 警方就能一举铲除整个和新胜 这也是张国珊作为联络员 在反黑组的最后一次大行动 最有地位的叫神爷 从他父亲的一家 一定是座管 第二个就是白头老 17岁就和神爷一起打天下 而白头老是最近三届的办事人 接着是高老中 他本来是神爷的保镖 有一次神爷被人暗算 他替神爷挨礼 之后就顺利上位 现在是元老之一 专做黄色神爷 还有三个 大逼哥 寒冰和活石 首先大逼哥 当年是大树出身 不过他很聪明 被人够一起又豪爽 所以大家都给他面子 不过自从他结婚 有了孩子后 就比以前低调了很多 当然 呼声最高 并且近几年做事 心狠手辣的 就是陈凤祥跟的大哥寒冰 以及靠打群架 抢地盘的活石 这次选举 寒冰和活石 都对于坐管志在必得 我们何兴盛 一百多年老字号 一直都有一套规矩 就是能者居之 神爷 这些年来我活石 有没有不尊重社团呢 有没有不尊重 你们这些老前辈 喂 现在我只是不服气 有人装老大在这里说话 你也说了 喂 选败是人 不是靠吹的 要大家支持 白头老提出用竞选的方式选举 活石是个粗人 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他承诺当上做管 会替兄弟出头 寒冰则利用人性 最不能考验的弱点 直接将利益摆在兄弟们面前 我寒冰不敢说接下来这几年可以为社团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何兴盛是个已经老化的社团 最顶级警动组那帮都接近50了 再这么下去 怎么带外面那些小弟呀 未来这两年我会招兵买马西那新人 多收一些像凤凰仔这种有魄力的兄弟 我相信以我们的财力 加上我们的金器招牌 何兴盛 未来这十年的光景 大家能想象得到 到了这个时间点 就是反黑组可以行动的好时机 此刻在门外等候的凤凰的小弟张志强 因为尿急离开 却正巧看到警方带队抓人 活使手下进屋报信 活使立刻说有内鬼 而张志强就成了最大嫌疑人 眼下必须先确保大家的安全 深夜高老中等人一向不过问江湖市 他们开门投降 而身上带着武器的活使和寒冰 一起从后门溜走 张国战立刻发现少了寒冰和活使 自己前去追捕 在追捕中活使和手下中枪 虽然前面两人争得面红而视 可生死关头活使还是掩护寒冰逃跑 从厕所溜走的张志强 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了怀疑对象 他开车接应寒冰 你记不记得三年前 义福堂有个叛徒 白犯鱼吗 后来失踪了 他不是失踪 他是被我发现是内鬼 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那时候我跟他说 我很欣赏他 他就笑得跟你 现在的表情一样 还以为自己会得到奖励 却没想到差点死在寒冰的手里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跟着的大哥竟是卧底 完美完成任务的陈凤祥 就此与八年的卧底生涯告别 张国战有意让陈凤祥留在重案组 一直跟着自己 可他拒绝了八年刀尖行走的生活 他刚刚把一直信任和关照他的寒冰送进监狱 陈凤祥需要时间整理自己 张国战安排他先回酒店休息 在这里 他烧掉了和寒冰女儿的合影 这场爱情是陈凤祥预料之外的 可他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之前用的传呼机 听到这则留言 他还是去见了女友 阿兴质问陈凤祥为什么会这么做 让他如何去面对这个事实 但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或为了我而不当警察 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警察 警察 警察 这个身份对你来说真这么重要吗 要我是警察这个身份 我可能撑不到今天 阿兴气愤的起身要离开 陈凤祥只想知道 阿兴所说的怀孕是真是假 即便陈凤祥如此对他 阿兴知道陈凤祥没有错 他还是独自承担了所有离开香港 在何兴圣的案子过去之后 一切都恢复平静 陈凤祥正式回归 不过他要求重新学习做文职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 陈凤祥报了电脑班 不断的忙碌学习着 他的工作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一晃又是八年 就当陈凤祥以为自己后半生 都会这样平平淡淡做一个文职警察时 曾经跟着张国瞻督查 如今已是警司的梁思儿突然来找他 希望他回到前线 因为平静了八年的何兴圣 因为一个人而死灰复燃 这个人就是陈凤祥 做卧底实收的小弟张志强 如今绰号肖章 那段几乎要陈凤的回忆逐渐打开 以前何兴圣的人再怎么凶 也会讲讲规矩 讲江湖道义 但这个肖章不透 只要有钱赚 他和王赌督全都会参与 我怎么跟你 我不说小弟 我听外面的人说 说你很厉害 又有意见 我很崇拜你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跟你学习 我这人不喜欢惹事的 我只是想 跟一个好老大 如果你收我做小弟 我一定会听你的话 你叫我往东 我绝对不会往西 宝王哥 你宝王哥跟我说 我不是这个人 经过一夜的思考 陈凤祥决定答应梁瑟的请求 而他再来反黑组的新上司张绍娟 并不认可良色的安排 他很担心陈凤祥因为坐过卧底 会对黑社会保留情面 在带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时 他们扫了大逼哥的场子 才发现如今他已经做起正行声音 陈凤祥借机向大逼哥打听张志强的消息 而此时 陈凤祥重回反黑组的消息 也传到了肖章的耳朵里 这就是他要的结果 这是他为曾经的凤凰哥精心设计的一场复仇 更多的了解如今的肖章 陈凤祥和小安去见了 一直给他们提供情报的玻璃哥 肖章之所以能这么快上位 是因为在和联社外 有金主一直在支持他 并且玻璃哥答应帮他们寻找幕后操纵者 不过需要十天的时间 而就在此时 肖章为陈凤祥计划的一场复仇 无声无息的开始 肖章先是利用大逼哥手下的阿财 挑唆他和大逼哥的关系 要他带火 极度的利益诱惑下 阿财上了肖章的岛 在阿财带火时 肖章报警让警方扫荡 轻搅了那批货 行有行规 阿财带火不成 这笔货的价格就要照价赔给肖章 阿财眼见自己实在过不去这个坎 才求助大逼哥 大逼哥也曾是响当当的蛊惑仔老大 只是如今不再碰过戒的事 自然没有这笔钱赔给肖章 来来来 你说呢 来来来 继续嘛 来 怎么啊逼哥 这么快就到了 我以为你做巴社很久 是这样 阿财帮你带货 货已经扔了 现在我就替他来跟你商量 就这件事 弟哥 吓死我了 还以为你想说什么呢 大逼 如果你帮人带货 扔了 你会怎么做 当然要赔了肖章哥 他想找肖章说情 又被肖章举报 弟哥 这次是我害了你 做兄弟 别说这些 欠你的 我下辈子就还给你 别动 阿财在大逼哥眼下跳楼身亡 而被警署带走的大逼哥 为了买个平安 对于肖章的事情只字不提 而此时 肖章又让人给大逼哥带话 告诉他肖章会对他老婆孩子动手 要他逃逾出来与肖章见面 大逼哥别无选择 逃逾就不再有回头路 既然你做得这么绝 我也不为你客气 我跟警察把你的坏事全都说出来 告诉大家同归一斤 喂 不要 逼哥 最多你老人家 跑路要花着这些钱 我孝章一个人把你扛了 行了吧 逼哥你相信我 我这次不会耍花样了 不会吧 对吧 好 我要二百万 十二点 一定搞定 好 而因为陈凤祥在抓捕阿财时 他看到带货的是从不碰面粉生意的大逼哥手下阿财 思索里面有扎放了阿财一次 被上司张绍军看到暂时让他放假不让他跟进这起案子 并且为了证明陈凤祥的清白 他不会帮大逼哥跑路 让他暂时交出私人手机 手机在张绍军手中时 突然闪送一则大逼哥的消息 一会儿十二点 大逼哥会在铃铭门码头 张绍军不想惊动其他人 于是他前去劝大逼哥自首 没想到这就是肖章给陈凤祥设的圈套 肖章发现来人并不是陈凤祥 大逼哥他必须灭口 于是在打晕了张绍军后 用他的锦枪干掉大逼哥 你记得一会儿怎么做吧 记得报警吗 快走吧肖章哥 得知张绍军受伤的消息 陈凤祥和小安匆匆赶到医院 仅思良思告诉陈凤祥 因为大逼哥是死在张绍军的枪下 所以张绍军会有些麻烦 做过八年卧底的陈凤祥 太清楚黑社会做事的手段 依据他对大逼哥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找警察帮忙 而张绍军会出现 应该是有人想陷害他和他联系 而他的手机在张绍军那里 所以于公于私 这次陈凤祥都要亲自查办 并且他现在最担心的 是大逼哥突然死在警察的枪下 沉寂已久的个股黑势力 会借机躁动起来 而事情正如陈凤祥所料 何兴圣的神爷 白头老和高老中 都因为大逼哥的死而愤愤不平 而社团内如今最活跃 最有能力的就是肖章 神爷会支持肖章 让他替大逼哥报仇 离开社团 肖章完美完成任务 给背后大哥打去电话 跟你估计的一样 神爷 已经答应我 让我用何兴圣的牌头 怎么玩都行 我跟你保证 三天之内 一定天下大乱 在这之后 香港的治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到处是蛊惑仔打群架 破坏社会治安 反黑组警员们没日没夜的出动 不光疲劳作战 场面也无法控制 被抓的蛊惑仔说 除非警方交出杀害大逼哥的张绍军 否则他们的人不会罢休的 看着警员一个个受伤 梁四二临危受命 要陈凤祥暂待张绍军位置 以他的方式处理此事 因为本就与张绍军有误会 行动开始前 陈凤祥想找张绍军说清楚 却在这里遇到了以前的老领导张国瞻 他给了陈凤祥重要提示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卧底的时候 有一次 你跟梁维他们吵 我交给你什么 你说再威风能干的蛊惑仔 只要掌握他身边三个重要人物的资料 就一定可以打败他 于是陈凤祥带领反黑组 要开始反击 他先找到神爷 告诉他杀死大逼哥的并不是张绍军督查 并且他会让真凶伏法 给神爷一个交代 神爷也答应不再支持肖章与警方对立 接着 他太了解曾经跟过他的小弟 陈凤祥就是要肖章知道 一天是大哥 一辈子都是大哥的道理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让寒冰一枪打死你 你以为你怎么做 是救 你知道我坐牢以后 所有人都跟我说 谁都不跟 你偏偏跟这个叛徒 知不知道这两年我怎么过的 你走我哥 问我事 是我兵力进黑社会的 是我叫你跟我的 韩兵要走 是我叫你跟过去的 你做过什么事 自己要负责 不能怪任何人 还有 我不再是你老大 请你以后 叫我陈总 不行 不能被他吓着 像一辈子公主 而肖章联系不到神夜时 他就明白 他已经没有和联社这层保护 不过肖章有的是钱 只要有钱 就能买到人继续与警方抗衡 通过玻璃哥 陈凤祥知道肖章的目标 是专门训练打手的下山虎 只要断掉他的财路 肖章就无法掀起风浪 于是在他与下山虎谈好合作 回来取钱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名下的财务公司 都被警方调查 气愤的嚣张拿小弟出气 支开他后 他给幕后大哥打去电话 我先利用何先生的牌头 把身体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我没想到 警察那边的头 就是我以前的大哥 凤凰的为人 很明显 他弄得我没了何先生撑腰 还查试了我所有财务公司 你要多少 一百万 钱的问题解决了 一切依旧按原计划执行 肖章先让小弟去把高老中带回来 他就是要用高老中来牵制神野 你现在想怎么样啊 没有 想你们这些老家伙说话算话 做你们应该做的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电话里说你当然听不懂了 这样 明天三点 你就上白头了 大声的别带手下 大关键 距离第二天夏珊虎和肖章交接 还有四个小时 陈凤祥又带队来找夏珊虎 他让夏珊虎必须同意取消和肖章 今日的交易 直到肖章带着高老中准备去见神野 他怎么都联系不到夏珊虎 肖章才意识到这条线又被警方断掉 但这是他逼着神野退位 自己做核心圣老大最好的机会 于是肖章决定孤注一掷 而此刻 一切都在掌握中的陈凤祥 伏击在肖章与神野见面地点 一个再威风能干的蛊惑仔 只要掌握他身边三个重要人物 就一定可以打败他 三个人 是哪三个人 第一个是太神 就是给他钱的人 首先我跟神野谈好了 封了他的财务公司 这样就断了肖章所有的财路 第二个人呢 第二个是兵符 就是提供兵力的人 我从玻璃口中知道夏珊虎的身份 然后等肖章下命令的时候再过去 这样就别让肖章 把剩下的钱也用完 我们叫夏珊虎不许出兵 这样他就必须要背水一战 第三个我知道 这个人一定是肖章最信任的人 肖章身边的小弟泰迪亲眼目睹 他枪杀大逼哥的经过 作为唯一目击证员 死心塌地的泰迪自然不会捅出 肖章就是凶手 于是在泰迪独自出行时 陈凤祥找到机会 我现在代表香港警察拒捕你 怀疑你跟一宗虚意谋杀有关 有人看见你在现场 啊不是你还有谁啊 别废话了 手伸出来 是我是在现场 那杀大逼哥的人不是我 就是你知道谁做的了 为了自保 泰迪说出来事情经过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泰迪 就成为警方的线人 在肖章准备背水一战 靠着手下的十多个打手 逼着神叶退位 自己坐上和兴圣坐管的位置时 神叶早已和陈凤祥联手 他指出肖章就是杀害大逼哥的凶手 而证人就是泰迪 谁杀了大逼哥 你不用怕 有什么事 我们这些叔父会罩着你的 你现在说 是他 看到大势一去 黑社会执行家法 肖章杀害同门兄弟就是要以命抵命 此刻肖章再次感受到恐惧 关键时刻陈凤祥进来 他看着眼前不断哀求自己的肖章 八年前的场景再次浮现 虽然肖章此刻已成了无可救要穷凶极恶的匪徒 但陈凤祥是警察 他不能看着有人执行私刑 关键时刻陈凤祥还是救下了他 凤凤祥仔 你有种 你再晚一点 我们就砍了他的手来祭大逼哥了 我们出来混的 有时候做这些事 不是给自己看 我们还有做给外人看 你们做警察的 不会明白的 被抓捕后的肖章 他背后的佐治哥安排警署的英国佬给他递话 只要他不乱说话 佐治哥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有了这张王牌 肖章完全不配合警方的调查 等待开庭审理 泰迪依旧是唯一目击证人 于是警署安排对泰迪特别保护 并且安排他单独牢房 此时级别在总督查的英国佬 专门安排一个瘦小的犯人与泰迪同房间 上头下了命令 需要单独求见 我不怪是其他的命令 活车的话就不成命令 Yes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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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做事 Yes sir 阿Sir 又怎么了 我听其他阿Sir说 我要单独求见 难道不是吗 事儿做事不用你教 你看看他 病得良了 仓名都拍不死 早点睡吧 还故意引开狱警的注意力 于是就在狱警眼皮下面 他们将案件的关键证人灭口 警署妹佐治的势力安插杀手干掉了泰迪 他是嚣张枪杀大逼哥的唯一目击证人 以老外警司的知己 他的退休金应该有几百万 能够吸引他甘愿放弃那几百万退休金 肯定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以嚣张的实力来说 绝对做不到 所以他背后 一定有很庞大的实力 在那支持他 陈颂祥突然想起 给他提供线报的玻璃 提起过嚣张背后的大哥 距离开庭还有26小时 陈颂祥决定再去找玻璃寻找线索 和时间赛跑还有一丝希望 玻璃刚刚接到陈颂祥的电话 就看到几个杀手模样的人出现 警惕的玻璃从后门离开 立刻逃离现场 还是没有躲过佐治派出的杀手 陈颂祥赶到的时候 看到的已经是玻璃的尸体 现场却找不到与他单线联系的电话 陈凤祥想起了什么 他拨通那则电话 电话那头果然是佐治 喂 喂 喂 我不管你是谁 别让我找到你 回到警署 陈凤祥到拘留室看肖章 你真厉害啊 人在里面 外面还有人帮你做事 难道你以为 我坐了两年牢 出来后 还打算过来做暗的日子 一开始 我真的很恨 很恨你这个所谓的好大哥 只能一手一脚 摧毁了我一个那么理想世界 但再仔细想一想 如果没有你 带我去看了 这个世界最真实的一片 我哪知道现实这么残酷啊 肖章肆意的发疯 他将今天他的所作所为 都推到陈凤祥身上 真实的世界 不应该有绝对的黑与白 而应该有绝对的对错 你所做的一切 是百分之百错了 本来我对你还有点内疚 自从你搞出两条人命 我发现你根本无药可救 只要我还是警察 下次一定不会手软 那就看看 下次谁输给谁 陈凤祥 我要你为你自己做过的事后悔 我一定要让你后悔 另一边得知泰迪的死讯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神也很清楚 证据部组法官很难判肖章有罪 那么黑社会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神也放出话 玄红一百万买肖章的命 这点陈凤祥也想到 于是反黑组在开庭前就做好部署 法官会在十二点宣布肖章当庭释放 反黑组需要提前部署 保护肖章的安全 所以只要肖章离开法庭 就立刻把他带回警署是最稳妥的方法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陈凤祥所预料 法官宣布肖章当庭释放 当背后的势力为了营救他 布希拉之物已经是总督查的老外下水 干掉了唯一目击证人 反黑组召开紧急会议 因为肖章很快会被宣布证据不足而释放 但何兴圣的神也已经出玄红一百万买肖章的命 所以肖章一旦释放 倒是必将有一场硬仗 肖章离开法庭的那一刻 大庭广众 我相信没人会在那里动手 而当他离开法庭范围之后 那段小路就是最好的下手机会 我相信其他人也会在那里下手 而我们就会分成两岁 以前 以后把他放在空间 就像三明治脸 高等法庭外 肖章一如既往的肖章气焰 他很清楚接下来他会面对的处境 不过他坚持不要警方保护 警署的车一路跟着肖章 但他并没有急于逃命 而是在车上换好提前准备好的衣服 在闹市区的一处三岔口 肖章突然下车 当看到几十个一样穿着的人 反黑组才明白过来 这是肖章掩人耳目逃亡的把戏 而此时 肖章已经平安到达佐治这里 佐治哥 大夫姐 坐下 喝杯酒 这次是我没做好 对不起 佐治哥要我告诉你 你这次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佐治哥吩咐我做的 我一样都没做到 还要他出生救我 难道你真以为 有几万个警察的警察部 和一百多年老四浩和兴盛 真的凭你一个人就能搞定吧 在这里肖章见到了 在狱中救他的老外 不过老外似乎没有搞清楚 佐治是怎样的角色 他当着佐治的面调戏他的女人 结果女人很爽快地 让佐治领了盒饭 看到这一幕的肖章 以及地上早就准备好的地毯 他预感到自己也凶多吉少 肖章 佐治哥的意思 只希望你暂时不要露名 有没有问题 那我一定要去哪 放心 这个佐治哥跟我自有安排 只要你肯乖乖听话 我们不会为难你 快快听话 对 不过我们太清楚你的个性 不会服从任何人的命运 所以我跟佐治哥 帮你安排了一个 treatment 我不太明白你说什么 不用明白 你刚刚喝的那杯酒里 我放了强力安眠药 等你明天起床之后 好好感受一下 不过此刻已经来不及了 等待嚣张的是另一场炼狱 嚣张的案子结束 这个结果让反黑组的士气低落 此时有新的任务 望角一起黑社会追债案子 需要反黑组派警员帮忙 陈凤祥自告奋勇去执行任务 安排别的组员休息 却在这里遇到了曾经在台湾 帮助过自己的黑哥的儿子小黑 无所事事的小黑 现在算是一个迷途少年 他想劝小黑走上正路 但命运的安排 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 小黑终将成为反黑组的下一个目标 年轻时达叔也是混迹江湖的大哥级人物 只是古惑仔也要与时俱进 如今暮年的达叔 靠着在鲨鱼的酒店门口 帮着鲨鱼收高利贷和卖成人光碟为生 即便偶遇年轻时的老乡好 达叔也是装作不认识 因为达叔和黑哥的关系 小黑来到香港就投奔达叔 可生性善良的小黑 第一次去帮达叔收账就无功而返 达叔也向小黑讲起他们年轻时的故事 此时鲨鱼带着一众小弟威风的过来 小黑看着一把年龄的达叔 还要向鲨鱼赔不试 他直接揽下了这笔账 他怒气冲冲的找到债主 要把他带上天台 看到来者不善 债主就乖乖的把这笔钱还上 鲨鱼看到小黑还有些能耐 立刻伸出橄榄枝让小黑跟着他干 这个鲨鱼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他涉及的生意全部是捞片门 尤其是借着影视公司的旗号 专门欺骗无知少女 与小黑有过一面之缘的玲玲 就是受害者之一 他以影视公司拍摄新片要启用新人为由 欺骗玲玲签下合同 之后玲玲就如人间蒸发一般 小黑来到香港 他遇到陈凤翔后 就决定走正路堂堂正正的赚钱 可天有不测风云 常年喝酒的达叔突然病倒 并且医生建议达叔做换肝手术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走投无路之下 小黑找到鲨鱼 他答应做鲨鱼的小弟 鲨鱼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和一直不对付的盲超打架 小黑代表鲨鱼的人 此时反黑组也收到消息 黑社会聚众闹事 陈凤翔带队赶到时 看到熟悉的小黑 而他也收到了灵灵失踪的消息 当他听到同事说 灵灵失踪前提过模特公司之类的 一个不祥的预感瞬间袭来 从灵灵出事前提到 陈凤翔就锁定了红乐帮的鲨鱼 他太清楚蛊惑在涉及的生意 开财务公司的鲨鱼 通过模特公司招揽大部分妙龄女子 他的用意绝不止让他们欠钱那么简单 还不上欠款的时候 就会让他们接客来还债 正在陈凤翔与大鹏一起讨论案情 他们看到鲨鱼的死对头盲超来找他 前一天两人还因为抢地盘的事情 派出手下决斗 现在两人坐在一起谈生意 鲨鱼一直想要盲超的盗版生意 他提出把模特公司给盲超一半股份 来交换盲超的盗版生意 盲超自然知道鲨鱼的把戏 模特公司只是他掩人耳目的谎 这家模特公司 这是装装样子 真正的生意 附近酒店呢 鲨鱼 我来找你之前就已经查过你了 牛借钱不还 去接客吗 这是大生意 我有没有说错 听到盲超把自己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 鲨鱼也不再给面子 你这是想逼我跟你翻脸呢 我真想看看 你怎么跟我翻脸 就在此时 陈凤祥带着大鹏进来 他知道鲨鱼会把表面工作做得很完善 所以询问他是什么都问不出来的 看到警察 鲨鱼的小弟细滑立刻让小黑仙带走林令 林令绝不能落在警方手中 我们要找鲨鱼的窝窝 为什么不直接找鲨鱼呢 为什么要从盲超入手 你想想 如果一个人有麻烦的话 怎么会这么容易告诉你 相反 从他的仇家下手 容易多了 而此时 一直没有回复鲨鱼的大鹏 修复了鲨鱼的留言 才知道他真的出事了 鲨鱼小姐给你最后一个留言室 说他现在很危险 这里收到留言 马上去乐家酒店610号房救他 留言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小黑按照细滑所说的位置 他做梦都没想到 关在这里的是自己一见钟情的鲨鲨 当他要带走鲨鱼时 大鹏也赶到 此刻小黑只想救出鲨鲨 他打倒了大鹏带着鲨鲨离开 却没有把鲨鲨交给鲨鱼 对不起 我以为你逼我接客 所以下手中了 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欠了他们几十万呢 请到有收据 报警没用的 他们还扣了我的旅游证件 说不管我到哪儿 一定能找到我 我又不是做错了什么 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没想到会被人骗 我已经很小心了 怎么会这样 不用怕 你我在 回到警署 鲨鲨的案件已经可以立案侦查 首先 他用模特公司来骗无知少女 再把没有能力还钱的全都推进火坑 我才失踪的鲨鲨 也是受害人之一 只要能找到他 我们就有证人 去指证鲨鱼 把他们一网打击 大鹏带着警员搜查了模特公司 而此刻鲨鲨与小黑在一起 小黑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却被鲨鱼的死对头盲超看到了躲起来的小黑 儿子 你听着 将来 如果有一大群人围攻你的话 你不用怕 一定要冷静 找出谁是头 然后 秦贼秦秦王者 小黑 小黑凭借出色的拳脚 控制住盲超最得力的手下 却因鲨鲨被抓 他不得不放弃抵抗 去死吧 盲超抓住了小黑 以此来引鲨鱼出面谈判 他知道灵灵掌握着鲨鱼 最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那个叫不能有限 待会找个机会 把它处理着 盲超把小黑和灵灵绑在车上 强烈的求生欲让小黑在车上 找到一处尖锐的位置 他奋力将绳子割开 而此时盲超还在开心的计算 他用抓住的小黑 能换到鲨鱼的多少生意 浑然没有察觉小黑已经逃出了车里 等鲨鱼赶到的时候 他们四处都找不到小黑的身影 就在此时 陈凤翔也遇到了人生最大的难题 他刚刚和小雨确定关系 就遇到了八年未见的阿兴 阿兴身边带着儿子小凤 这也是他们之前爱情的见证 八年前 陈凤翔在结束了卧底生涯后 唯一断不掉的 就是与阿兴的感情 阿兴说他怀了你的孩子 重复最后一个 今天早上七点三十分 阿兴说他怀了你的孩子 阿兴 我想知道你在重复台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骗你的 另一边 鲨鱼在盲超那里没有见到小黑 他已经叮嘱手下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小黑和灵灵 因为灵灵掌握他模特公司的犯罪证据 如果落在警方手里 他就自身难保 可此时鲨鱼却看到灵灵就在他办公室 而小黑突然从背后出现 拿刀挟持着鲨鱼 只有拿到灵灵的证件和借据 灵灵才能真正的自由 从鲨鱼这里出来 小黑和灵灵就遇到了蹲守鲨鱼的大鹏 大鹏哥 小黑是好人 别抓他 他是不是好人 要查过才知道 举起双手 你再不合作 我就当你巨谋 灵灵 你干什么 大鹏哥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们 我是警察 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要开枪的话 就向我开 关键时刻 灵灵打伤了大鹏与小黑一起逃走 小黑 你怎么样 我懂 救命 救命 小黑 你救命 小黑刚刚带着灵灵从鲨鱼那里拿到他的证件 并且销毁了借据 让灵灵可以不受任何人摆布的重新做人 鲨鱼派出的戏华就找到了他们 并且当着小黑的面带走了灵灵 在共患难中 小黑坚定的一定要救出灵灵 他现在在我这 你想见他 那就三小时后 精神到鱼台见他 所以即便他已经没有任何威胁 他还是回到鲨鱼那里 鲨鱼开出条件 只要小黑为他做一件事 就彻底放过灵灵 而这件事是要小黑拿着鲨鱼交给他的手枪 干掉鲨鱼的死对头盲超 为了心爱的女人 小黑坚定地走向这条不归路 与此同时 知道小黑处境的朱油书 生平从不惹事的他 为了小黑找鲨鱼算账 可如今已是垂垂老矣的朱油书 怎会是鲨鱼手下的对手 只是他们低估了朱油书的实力 朱油书手中还握着一张王牌 而小黑气势汹汹地找到盲超 当他把枪口对准盲超的时候 盲超下意识地保护住自己的儿子 这让小黑想起父亲曾对他说的话 最终小黑还是没有伤害盲超 他对着天空连开两枪就离开了现场 当鲨鱼知道小黑搞砸了这件事 愤怒的鲨鱼直接对着灵灵出气 他知道盲超不会放过他 鲨鱼准备好与盲超来一场生死决斗 陈凤祥从下山湖口中得到消息 两拨社团的人要聚重闹事 他出动警力及时赶到 阻止了一场江湖纷争 并且由警方出面 安排盲超和鲨鱼谈判 同时陈凤祥要小安带队寻找小黑的下落 他很可能还会回到鲨鱼这里 果然小安遇到了准备带走灵灵的小黑 快站住 站住 兄弟 你冷静点 我是警察 你杀了我最狠大的 小黑 那边有路可以出去 我们走吧 小黑最终没有伤害小安的性命 他袭击小安后就带着灵灵逃跑 此刻陈凤祥无比担心小黑 他的所作所为 离犯罪只差一步之遥 跨越那一步小黑就永远无法回头 不愿意放弃小黑的陈凤祥 给小黑打去电话 他还想用自己的力量能劝小黑回头 带走了灵灵 小黑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该去往何处 他带着灵灵来到黑哥 当年在香港混社团时起步的球场 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他一有朋友去世 就带我去殡仪馆鞠躬 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带我去 我又不知道躺在棺材里的那个是谁 不过记忆很深的是 无论去到哪一个灵堂 上面都有四个大字 就是好奇长存 以前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直到我老爸走了之后 我才发现 无论我去到哪里 他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还是会影响到 曾经在他身边跟他接触过的人 小黑拿出自己的手机 他听到陈凤祥的留言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也不知道你有什么苦衷 我想告诉你 全香港的警察都在通缉你 你爸爸生前对我有恩 我不想你越陷越深 趁现在还没有闹出人命 你说到留言 立刻打给我 正当小黑犹豫之时 他看到一大拨人马来找他 是白头老带着朱油书找到了小黑 朱油书用曾经何兴盛神叶父亲给他的承诺 换取何兴盛保护小黑的安全 其实神叶愿意出面救小黑 不只是因为朱油书手中那块父亲留下的信物 这些年何兴盛一直动荡 没有一个合适的画室人代表社团 而距离寒冰出狱只有半年的时间 寒冰出狱后一定还会基于坐管的位置 所以有小黑当这个傀儡画室人 神叶就可以一直掌控何兴盛 神叶找来一直为何兴盛服务的律师 找了替罪羊轻松应对警方对小黑的指控 接下来 小黑顺理成章地成为画室人 他首先要招兵买马 有自己信得过的小弟 小黑看重的是盲超身边的光头 和鲨鱼身边的细滑 朱油书用江湖上常用的伎俩 将这两个能力超重的人留在了小黑身边 于是 何兴盛就开启了小黑时代 小黑想做好这个画室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何兴盛丢掉的地盘通通抢回来 白头老先带着小黑看了何兴盛丢掉的最赚钱的生意 之前在嚣张手中 嚣张人间蒸发后 所有字头趁机瓜分了何兴盛的地盘 白头老交给小黑一份名单 这上面就是神叶最想收回来的地盘 回到家 小黑将这份名单交给朱油书 他已经计划从叶总会开始下手 叶总会落在红乐的马王手里 马王与鲨鱼和盲超属于同一个社团 与此同时 反黑组一直盯着何兴盛的一举一动 就在他们获得消息 心上的作馆小黑蠢蠢欲动准备大动作时 陈凤翔得到消息何兴盛还有警方的卧底 只是没有正式交接之前 杨瑟不能透露卧底的身份 卧底要陈凤翔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找出来 并且提前做好保护工作 这是小黑第一次代表何兴盛 与别的社团开始地盘之争 小黑带着朱油书 以及贴身的光头和细滑 然而这次他们并没有捞到任何便宜 马王有备而来带着很多杀手 光头也在打斗中身负重伤 此刻重情重义的小黑非常自责 可朱油书却说蛊惑仔抢地盘 流血的事情时常发生 并且今日一战让马王可以对他们松懈 他们就有机会报仇 你听说我说 你要想这个位子坐得稳吗 你首先就得学会 不管是什么人死了 你都要睡觉睡得踏实 要不然还有两年这么久 你怎么熬下去 有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一讲功成万古枯 有时候就必须心狠一点 此刻马王叫来了鲨鱼和盲超 他知道两人和小黑都有过节 他们又是同一社团 可以联手干掉小黑 鬼主一多的盲超提出绑了灵力 小黑就会乖乖就范 然而他们不知道 朱油书根本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他派人跟踪马王 就在马王身边只有智书一人的时候下手 连鲨鱼和盲超都没能幸免被打成重伤 朱油呢 我刚才是故意给他吵醒 让他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这会让朱油书吵住你了吗 小黑 你现在知道 朱油刚才为什么不带刀手去了 这么搞 朱油书出人命 这么个砍法 不死也残废了 旧的活都浪费钱 到警方介入的时候 他们都不肯配合 江湖恩怨准备自己了结 陈凤祥与智书曾有些交情 他探得消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就是油麻地的朱油书 于是 晚上陈凤祥单独约出小黑 他还想作为朋友 作为当年受过黑哥的恩惠 他知道小黑现在的状况是被人当棋子 他想劝小黑放弃现在的生活 离开香港重新开始 女老爸说的每句话 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我离开台湾要回香港的时候 他还语重心长地给我念了一首七言诗 周公恐惧 流言日 往往千功 下诗诗 相使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伪 有谁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功过 不能靠一两件事去判断 一定要等他走完 他的人生 才能盖棺定论 我跟你说的所有话 你老爸当年都说过 至于怎么选择 你自己决定 然而开工哪有回头见 即便小黑愿意 被蛊惑在欺负了半辈子的朱油书 也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财富和地位 并且他们刚刚为社团拿到了曾经丢掉的夜总会业务 神爷非常高兴 也是时候将代表社团的花名册 俗称海底 以及画石人权力的象征龙头棍交给小黑 然而人往往醉春风得意之时 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马王所在的红恶社团 画石人鬼王知道自己的兄弟被打成重伤 他带着下山虎一起去医院 鬼王必须要报此深仇大恨 而很快他就找到机会 从小黑坐上画石人后 他已经很少有时间陪玲玲 这天他们说好过二人世界 没有带任何兄弟 两人和普通情侣一般逛街吃饭 这却给了下山虎干掉小黑的好机会 当朱油书听到小黑出事的消息 他第一时间没有去医院看小黑 而是要细滑集结兄弟 他要反击而此刻朱油书才知道 细滑从来不是他们的兄弟 达叔做梦也没想到 作为香港最大社团和连社座馆的左膀右臂 竟只是昙花一现 他的结局是死在同门兄弟的手中 不过达叔用最后的威慑力 阻止了细滑拿走向针和连社的龙头棍 另一边 在医院的小黑也正在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 他顾不得自己满身是伤 亲眼看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就在旁边永远地睡去 等到小黑再次醒来 他已经知道对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玲玲和达叔都去世的消息 陈凤祥找到小黑 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但希望他还能勇敢地向前看 陈凤祥希望小黑可以转做污点证人 因为从始至终 小黑都只是社团内斗的一颗棋子 万念俱灰的小黑 这次终于肯听陈凤祥的忠告 他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 同时帮助警方铲除社团的毒瘤 之后 张绍军将案件详情汇报给梁瑟 并且告诉梁瑟 陈凤祥和韩冰之女有一个儿子的事情 提起韩冰 张绍军突然明白了 神爷为何会在这个时刻推小黑 这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做花石人 你应该知道 何欣盛的百年传统 对半石人的任期是有规定的 只要谁被选上做这个半石人 在任期之内 这个半石人 无论生老病死 都要等两年 才能选另一个人上去 那你觉得 神爷为什么会让小黑 这么没有经验的人做这个位子 因为 他想阻止另外一个人 做上这个位子 而这个人 就是韩冰 张绍军答应陈凤祥 等案件结束 他们就安排污点证人小黑 离开香港去台湾过新的生活 这对于小黑才是最合适的归宿 另一边 鬼王除掉了和联社的花石人 如今龙头棍下落不明 在这个敏感时刻 鬼王竟约出神爷见面 我收到消息 小黑和警察已经谈好了 会转做污点证人 所有可以用来定罪的证据 都被我消毁了 证据没有了 的确少了很多麻烦 不过小黑一个人 已经是最有力的证据 神爷 今时不同往日 社团的是 就像公司一样 所谓立之所知 只要有好处的话 你让我们红乐 跟你们合并都没问题 我可以让那些警察 不起诉 那小黑呢 既然做不成污点证人 就没有利用价值 如果他坐牢的话 我可以找人在里面照顾他 而这时 神爷也见到了 鬼王所说的 手眼通天的幕后大哥 就是隶属于警署政治部的英国人组 反黑组成功将小黑转做污点证人 并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 获得高层批准后 反黑组就可以对小黑进行贴身保护 然而梁瑟给出的回复 竟是驳回反黑组的申请 明眼人都能看出 是警署内部出现了问题 有人故意利用职权 让小黑脱离警方的保护 好让黑社会做事除掉小黑 张绍军只想知道 究竟是哪个部门做出的干涉 而他最终获知是警署隶属于英国人的政治部 政治部的总督察是从英国调来的老外 还有半年就退休 与此同时 由左制为后台的鬼王 已经知道警署48小时就会放出小黑 到时他们就可以做事 此时张绍军想到有一个人 可以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他单独来找杨森 我们警队曾经经过一段相当腐败的事情 明目张胆地收黑钱 其实差不多超过一半的钱 全部都到了当时英国那些贪官的手里 直至ICC成立 在这几十年里 他们重新为我们警察建立了一种 连接和公正的形象 但是事实上 有很多不法之徒 有很多心怀不轨的人 还在利用自己的权力 在香港谋求私利 此时政治部的人已经获得批准 要带走小黑 陈凤祥拒不配合之时 张绍军回到警署 让他们带走 桃儿 抓住 那咱们走 我会想办法 目前他们只能看着政治部的人带走小黑 因为身为警务人员 服从命令是低要位 但警署只能照例扣留小黑四十八小时 之后就会放了小黑 我猜警察里面 有人跟黑社会有利益勾结 不管怎么样 起码我们知道了 这个人和政治部有关 你说这个人是谁吗 我也不肯定 那你觉得 他们会怎么对付小黑 如果没猜错 他们会扣留满四十八小时之后 把小黑放出来 让神爷做事 因为黑哥曾对陈凤祥有恩 他也对小黑有沉默 他知道一旦小黑放出来 就是黑社会追杀的目标 所以陈凤祥以私人立场 要私下保护小黑 直到小黑安全离开香港 此时 佐治单独审讯小黑 他关心的 是代表和兴盛化世人的龙头棍 现在何处 于是他们给小黑上私行 晚上 陈凤祥拦下了准备带走小黑的下山虎 张绍军也及时出现帮陈凤祥 然而下山虎根本没有放走小黑的想法 他提出他与小黑单挑 只要小黑能打赢他 就放走小黑 然而刚刚被用过电刑的小黑 根本不是下山虎的对手 陈凤 现在怎么办 作为警察的张绍军 根本不管黑社会的那一套逻辑 他执意要将小黑送走 在反黑组整组人的努力下 小黑终于保住了这条命安全离开香港 然而这件事成为张绍军人生的转折点 从此事之后 警署少了一个反黑组连政的警察 江湖上多了一个叫做将军的狠人 韩冰 很久不见 也有九年了 你有拳头 我有金钱背景 为什么要看人脸色 让别人看我们脸色 要搞的话 就搞个新自讨 九年前被陈凤翔亲手送进监狱的韩冰刑满释放 带着也心语不甘 一把年纪已经一无所有的韩冰 要继续做古惑仔 还要做最大的那个 他看重曾一起打天下的活使 脱离风雨飘摇已经快失去香港第一社团的核心胜 重新打自己的天下之后他们找到神爷 开门见山的说出自己的野心 神爷将计就计 何兴盛自从小黑离开 朱油书被害后 代表何兴盛的龙头棍一直下落不明 只要韩冰能找到龙头棍 他就第一个站出来推选韩冰作为何兴盛的新一届化石人 你真的让他们继续搞下去 韩冰出名的奸诈 那个活使就傻头傻脑的 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可大可笑啊 那根龙头棍落在他们手上 总比落在外人手上好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很多人 在打这根龙头棍的主意 你是说八鬼的幕后老板 这个洋鬼子不知道什么来头 连警察部也拿他没办法 我看他的背景一定不简单 而同时关注龙头棍的 还有鬼王背后的佐治 他们终于查出来朱油书遇害当天 一个快递员看到过他 他将龙头棍包成油包 寄给了曾经最爱的女人雷太太 只是朱油书来不及和雷太太告别 就永远地离开 而他之所以会将如此重要的东西交给雷太太 是因为他知道雷太太一直在查雷公的离奇死亡 有了这至高无上的权利 他就有筹码查到真相 雷太太也开始他的复仇大计 他只知道雷公的死与洪乐邦有关 于是他买下地盘 就在洪乐邦马王的夜总会对面 开了一家又大又气派的百乐门 而他的身边 就是如今人称将军的张绍军 张绍军的真实身份 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他就是要找到能控制警署政治部的黑警 而留在雷太太身边 是因为雷太太与他目标一致 当年杀死雷公的人 很可能就是警署背后那双操纵一切看不见的手 之后张绍军到天台与他的联络人杨瑟见面 他告诉杨瑟寒军来找过他 想要东山再起开始招兵买马 那依你估计 寒军想怎么样 收到消息 寒军答应了神爷 把他找回龙头棍 就那个古董 对他们来说真怎么重要 不知道 不过会找你 一定跟这件事有关 有话想问我 雷公的死你知道多少 杨瑟对他说起雷公之死的秘密 十几年前 雷公 神爷 还有刚上位的鬼王 就是那个时候 当时得令的江湖老大 很多人都在想 为什么最有钱的是雷公 他背后的大金库 到底是谁 直到1981年股灾 当时中国跟英国人 正在为香港回归进行谈判 股票市场也因为社会动荡 而起了很多波动 恒生指数 在一年之内 跌了七成 有人在怀疑 是不是有人已经收到内部消息 大手辜货 也就是说 在外面入室的人就是雷公 但不知道为什么 雷公跟这个幕后老板出了问题 当时的江湖传闻 这个幕后黑手 就出了暗花 一定要杀了雷公 雷太太用手中代表和兴盛社团决策人身份的龙头棍 在江湖上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反黑组抓住了谋杀猪油书的细华 他供出幕后主使就是他的老大鲨鱼 而鲨鱼做事一向心狠手辣 并且为人十分吝啬 细华之所以为他卖命 就是因为鲨鱼控制了细华的家人 被警方通缉的鲨鱼 此刻只能想办法离开香港 从长计议 鬼王召集社团内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帮助鲨鱼跑路 谁知道此刻马王竟完全不顾情面 他狮子大张口要一百万 才肯帮鲨鱼找船 王王 大家做兄弟这么多年 都便宜点 五十万 你想我送鲨鱼 上半身走还是下半身走啊 价钱我已经开了 接不接受 你们自己考虑 那哈鬼 别怪我们事先提醒你 万一我让那些警察带了回去 严刑逼供 到时候别怪我全都说出来 没想到一向与鲨鱼不对付的盲超 竟在此时非常仗义的答应帮助鲨鱼 另一边 雷太太如今身边最能为他效力的人就是张绍军 他告诉张绍军那根龙头棍确实是在他这里 周游根本就是一个大情大信的人 我虽然跟他有缘无分 但这么多年来 彼此都有留意对方的消息 我老公死了之后 他一直都知道 我放不下老公这个仇 所以他临死前 把龙头棍给我 让我将来可以对付鬼王 还有神爷那些人 并且雷太太提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 只要张绍军能帮他达成目的 他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张绍军的 这句话让本就对张绍军有好感的雷太太的女儿春心荡漾 他主动表明自己的心意 却在此时 张绍军的女友珍妮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在一起很多年 珍妮很清楚张绍军的为人 他不会突然变坏 能让张绍军不顾生死混到雷太太身边 他一定是有特别的任务 一年时间 我希望在一年之后 可以见到本来那个张绍军 回到你自己的家 我等你 得到了女友的支持 张绍军更加坚定地走这条难走的路 几天后 做事嚣张的马王 因夜总会生意被雷太太抢走大半 于是马王绑走了雷太太手里的偷牌 没想到雷太太竟很爽快地答应与马王合作 只是这时雷太太收买了马王身边的志书 给马王演了一场好戏 他们见面之时反黑组接到举报到马王的场子查获了大批面粉 本来春风得意的马王一下子也成了警方通缉的目标 他找到愿意帮鲨鱼跑路的盲超 盲超很明白的暗示 今晚的船只能带一个人走 于是为了活命 鲨鱼干掉了同门兄弟马王 然而此刻盲超却突然翻脸 喂鲨鱼 放聪明点 你跟我斗了这么多年 我会不会尽全力帮你跑路 既然你不肯帮我 那你 要我来这里 占掉马王 是为了什么 有人想见你 他来了 雷太太知道 即便他收买了鬼王身边的盲超和智书 以他的实力对付鬼王 以及鬼王背后的势力还是躺臂当车 所以他提前做好准备 将女儿交给张绍军 要他无论如何保护女儿的安全 之后他给盲超打去电话 他们要用鲨鱼引出鬼王 因为鲨鱼曾跟着鬼王的父亲 或多或少知道鬼王很多秘密 只是盲超不是狡猾的鲨鱼的对手 被鲨鱼抓住时机干掉了他 之后鲨鱼单独来见鬼王 如今他身上又背负了两条人命 他必须跑路离开香港 然而他知道鬼王那么多秘密 鬼王岂能留他活口 雷太太叫你约我出来 你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 当年杀雷公的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怎么做 一天之内 我没了智叔 盲超和马王 雷太太让我损兵折将 我不会放过他 什么时候动手 越快越好 当雷太太没有盲超的消息 却被张绍军告知 鬼王派下珊瑚来找过他 见惯江湖心风血雨的雷太太 就知道盲超和鲨鱼 都已经被鬼王除掉 不过他手里还有筹码 我想你听些东西 我跟了他们父子这么久 他们多少有些把柄在我的手里 例如呢 雷太太的举动彻底激怒了鬼王 他一定要除掉雷太太 而雷太太身边的张绍军就是最大的障碍 于是鬼王安排下山虎对张绍军动手 下山虎虽然做事心狠手辣 但他也是重情重义之人 张绍军的父亲张国瞻曾对他有恩 鬼王也曾替他挨过一刀 两个人对他的恩惠都是他此生必须偿还的 于是他想出办法 劫持了雷太太的女儿 并放出消息给陈凤祥 他宁愿死在陈凤祥的枪下 他也不能对张绍军动手 如今因为雷太太 鬼王失去了社团所有的核心人物 也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下商户 他必须要与雷太太见面 亲自解决他们之间的恩怨 鬼王答应雷太太 今晚八点会带他见他一直想见的人 也会让他知道雷公之死的真相 条件是用他手里的龙头棍交换 雷太太爽快地答应 张绍军立刻将今晚的行动汇报给杨瑟 这个鬼王搞那么多事 就为了龙头棍 我今晚陪雷太太一块去 如果见到那个人我应该怎么做 什么都别做 让我来处理 如果这个人跟鬼王有关 那么也可能这个人 跟截庭政治部查小黑的案子 是同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警方出面一方面保护雷太太 另一方面找出警署的黑警 然而在晚上行动之前 雷太太突然揭穿张绍军的卧底身份 我一直都怀疑你的身份 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来我身边做卧底 直到昨天晚上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你和我要找的是同一个人 既然我们要找的是同一个人 只要他是曾经买凶杀人的凶手 我一定会把他绳之以法 太太揭穿了张绍军的卧底身份 他也直接摊排他就是要为雷公报仇 并且在出发前打晕了张绍军 是因为他知道以他自己的力量 很难与这么大实力的集团抗衡 留下张绍军保存实力 即便他牺牲也还有一线希望 杨瑟一直等待张绍军的消息 他已经安排好一个小队出发接应张绍军 直到电话声传来 才唤醒了被打晕的张绍军 他告诉杨瑟雷太太拿着龙头棍去找鬼王 但具体地点他并不清楚 从夜总会出来 张绍军知道鬼王坐上了雷太太的车 他立刻联系陈凤祥帮他查询车辆的位置 你想带我去哪儿 叫他们去魁冲道 他们不会答应的 雷太太不肯去我们的地方 去魁冲道 嗯 然而当张绍军确定他们交易的地点 是在魁冲码头后 却怎么也无法联络到杨瑟 政治部的英国人总督查 一直借着公事待在杨瑟办公室 就是要阻止他出发营救雷太太 在码头的救货舱 雷太太终于见到了佐治 鬼王说你一直在找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你们这些人的年纪 当年根本不可能杀死我老公 杀他的确不是我和佐治哥的意思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件事确实跟我们有关系 他第一次震惊地听到 雷公原来为英国的情报机关 军情五处工作 一直以来 每年都有很多不能公开的钱 从香港运作 当年做佐治哥位子的人 委托了雷公 于是我们就利用他 把钱运回英国 你的意思是 我老公当年帮你们洗黑钱 香港本来就是夺身定造 一个用来洗黑钱的地方 而你们正是我们用来做 Dirty Work的工具 那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 他不敢跟MI5合作 这个秘密 我们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 可这时雷太太根本不可能交出龙头棍 她盒子里带的 只是一把尖刀 你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秘密 你以为还能活着走出这个码头 此时一帮警察进来 雷太太以为是张绍军找来的救援赶到 然而此刻张绍军已经到达了码头货柜门口 却被政治部的警员拦截在外面 雷太太看到近来的警察竟听同佐治的命令 他就知道他已经在劫南投 他拼着最后一口气杀死了一直为佐治做事的女人 自己也死在了佐治的枪下 听到里面的枪声 张绍军预感到雷太太已经出事 直到他们清理完现场 大批政治部的警员离开后 张绍军与陈凤祥才进入码头货柜厂 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雷太太的车以及她的尸体都不见踪影 以他们的能力把车弄走 难不倒他们 对了 哪个龙头棍也被他们拿走了 应该是 所有线索都断了 你不用再查了 我之前 我还以为可以借警察的能力制作他们 但是你也看到了 他们权力这么大 我真不知道还可以怎么做 就在此时张绍军接到女友珍妮的电话 雷太太将那根佐治一直要得到的龙头棍交给了她 这是她与佐治抗衡的筹码 于是张绍军对陈凤祥说 从今天开始我们别再联络 我的事你别再管 好好做反黑组的头 安排好雷太太的女儿跟着珍妮一起离开香港 手中有龙头棍这个筹码 她就可以了无牵挂地做事 张绍军选择与韩冰合作 她知道韩冰为了做核心上的画室人 在满世界找龙头棍 韩冰看到张绍军交给她的龙头棍的照片 她提出面谈合作的事宜 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要做到核心上的决策人 这样我才是一人之下 第二 龙头棍 一定要我来保管 不过在此之前 生性多疑的韩冰要示一下张绍军 以及他怀疑身边有警方派出的卧底 与此同时 自从雷太太死后 龙头棍下落不明 江湖上都在传闻是鬼王拿走了龙头棍 佐治安排鬼王先暂避风头 而他猜测 雷太太一定把龙头棍秘密交给了何兴圣的人 而他一直用各种刑具控制着肖章 就是等这一天的到来 他要肖章出面同时竞选画室人 只要肖章可以掌握何兴圣 龙头棍早晚回到佐治手里 当鬼王再次见到消失一年的肖章 他难以置信佐治可以将一个人驯服的如此听话 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在盘问小黑的时候 用了让他说真话的方法 让人招勾 只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之一 而我们最擅长的 就是令一个人变得听话 容易控制 另一边 张绍军与寒冰一起见了神爷 他告诉神爷龙头棍在他手中 而他完全支持寒冰做画室人 从神爷这里离开 寒冰询问光头 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与张绍军谈判 光头立刻给寒冰推荐了球场 之后他就匿名打电话给反黑组 光头还不知道这是寒冰为他设置的一个圈套 当高老中看到陈凤祥带队出现在球场 他就确定光头就是内鬼 于是他们决定清理门户 趁机实验张绍军到底是不是内鬼 张绍军毫不犹豫地向光头开枪 这是光头知道自己暴露后 主动向张绍军表明身份 杨瑟是不是跟你说过 他有个火机在坐卧底 我就是那个人 我派了人跟何新生那条鞋 他是谁 我们现在杀出去还有机会 不要 那样我做的事 杨瑟做的事 全部都会白费 今晚要不我死 要不我们两个一起死 与其死在黑社会的人手里 我宁愿死在自己人手里 本港新闻 今天下午有郊游人士 在途径达古岭一个偏僻地点的时候 发现一名男子的尸体 警方警报道场将案件列为发现尸体案处理 据称调查之后 证实该死往男子的身份是香港警员彭明光 之后张绍军独自来到光头的坟前 向光头敬礼 他要继续光头未完成的使命 将这条难走的路继续下去 与政治部一直借着权势阻止杨瑟调查的英国人总督查大吵一架后 杨瑟预感到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动手 于是他将这些年秘密调查到的资料装进信封 离开警署后就放入油桶 此时一个男人与他擦肩而过故意弄掉钱包 杨瑟预想要捡起时 佐治派出的杀手将他灭口 张绍军不顾自己身份暴露来医院看望杨瑟 因为杨瑟是张绍军卧底联络人 也是唯一证明张绍军警察身份的人 如今杨瑟预害 他能相信的只有陈凤祥 于是将他调查到的内幕全部告诉陈凤祥 佐治背后的势力很强大 但必须有人去做这个先行者 佐治已经知道张绍军的卧底身份 并且龙头棍在他这里 他必须弄清楚佐治不惜暴露自己身份的代价 也要找到龙头棍的真正原因 此刻只能与佐治正面交手 才能知道真相 为了给张绍军展示自己的实力 佐治不光干掉了杨瑟 还除掉了支持寒冰做画室人的高老中 只是他没有料到 一直被他用刑具和药物控制 已经丧失自我意识的肖章 竟突然恢复了片段记忆 他想起自己与陈凤祥的恩恩怨怨 想起自己作为傀儡被佐治关进黑屋子里那段非人的生活 此刻 真正的肖章又回来了 困兽一旦觉醒 会比之前更加恐怖 肖章来到他一年前做大哥时的酒吧 他要在场的人都做他的小弟 很久没有这种拥有权威的刺激 肖章已经做好准备 他要向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复仇 第二天一早 张绍军和活使发现高老中失踪的消息 现场已经被清理 但残留的血迹说明高老中已经遇害 而此时佐治打来电话 他毫不掩饰地承认杨瑟和高老中都是他解决的 并且他一定要拿到龙头棍 他拿张绍军的父亲和女友来威胁 张绍军答应今晚八点与他交易 时间紧迫 他找到神叶 如今他们只有联合起来 才能阻止佐治对何兴盛下手 高老中已经被灭口 鬼王所在的社团已经被瓦解 他要神叶告诉他何兴盛究竟与佐治有什么关系 此刻神叶知道事情的厉害 但何兴盛与英国人有生意往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 从他接手后就断了联系 不过佐治和他背后的势力一直在干预何兴盛化石人的选举 张绍军提出只有肖章知道佐治的行踪 神叶答应晚上六点前找到肖章 他们可以先发支援 于是他派出做事稳妥的白头佬 白头佬找到肖章的位置后 活使要出面劝服肖章 他说自己有肖章的把柄 然而已经封魔的肖章 活使早已在他复仇的花名册上 你知不知道我当今天 当得很久了 还这样多好啊 安静了 到了佐治与张绍军交易的时间 他带着陈凤祥一起 张绍军提出 要他交出龙头棍 就必须让他知道究竟龙头棍里藏着什么秘密 佐治带着几个杀手 他今天没打算让张绍军活着出去 所以告诉他真相也无妨 佐治隶属于英国军情五处 在一百年前英国从清政府接手香港时 遇到极力的反抗 于是当时的官员就想出与香港黑社会进行利益交易 来管理殖民地 而当时的黑社会就是核心上 龙头棍里藏着双方签订的协议 而当时负责交易的人 是英国显赫的贵族 家族后人不想让外人知道这件事 于是要佐治出面摆平此事 这么说跟英国政府无关 被你猜中要怎么样 我把这个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了你们 你们以为 还能活着走出去吗 就在此时 反黑组的全体警员出动 佐治安排手下开枪 并掩护他离开现场 而其中一个杀手全身装满炸弹 关键时刻杨瑟的老上司张国瞻开车撞倒杀手 让他们脱离危险 在这之后 警署全力通缉佐治 也安排张绍军正式复职 不过政治部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张绍军暂时要自己保管这个重要的龙头棍 一旦政治部的人将龙头棍做手脚 那么他们之前所有努力都白费 安排得怎么样 有点难度 为什么 佐治 你这次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现在警务处长亲自出马向港督投诉 给我们政治部压力 让我们别再插手 既然这样 万一我被他们抓了 一定会把你之前帮我做的事全部供出来 此时躲起来的佐治想要后援部队接应他 却没想到落在了肖章的手里 等佐治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肖章绑在椅子上 他是如何控制和折磨肖章 肖章如今都要奉还 肖章从佐治那里拿到了大笔的资金 他就要导演一出好戏 而这场好戏的另一个男主 就是他要复仇的陈凤祥 我是谁啊 我是谁 我是当年被你推进监狱的人 整个行动都是你指挥的 要不是那个老外 我可能会继续问回风火 不过幸好 我终于知道原来你才是源头 喂 张思的酒吧出事了 肖章刚打给我了 是肖章弹的 你很想我 张志强 放张思 去干手 别乱动啊 你动 会更快爆炸 男人身上绑满最新型炸弹 已经风魔的肖章 要张绍军拿出龙头棍 你拆了它 我就给你 我现在拆了它 怎么可能跑得掉 那你想怎么样 他会告诉张绍军剪哪根线 才能揪下大张四 张绍军别无选择 为了争取时间 他交出了龙头棍 拆弹专家在几天前 佐治的杀手身上 见到这种炸弹 还没有完全研究明白他的原理 而此刻炸弹 已经在大张四的身上 拆弹专家告诉陈凤 想剪断红色的 就能切断电源 而此刻 嚣张的电话打来 他有承诺 会告诉张绍军 剪断那条线 但他说出的是蓝色 时间紧迫 等不到拆弹组 到达现场 张绍军决定 亲自为大张四剪线 在大家都极度紧张地 盯着张绍军手中的剪刀时 剪断红线真的停止了倒计时 然而短暂地激动过后 这个炸弹是双重机关 计时器上显示只剩12分钟 做了一辈子警察 见惯大风浪的大张四明白 这一劫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 他鼓励儿子 每个人都会有做错决定的时候 他有这个儿子此生无憾 接着 大张四要单独给他准备一辆车 作为警察 他要把炸弹爆炸造成的伤亡降到最低 在赴死前 争执了半生的父子 此刻非常珍惜彼此 大张四也终于对儿子道歉 年轻时因为自己满心扑在茶案上 疏忽照顾他们母子 让张绍军的妈妈很早就去世 也让儿子怨恨他半辈子 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 老爸唱唱的那首歌 我母子一生要经过 今晚我连同歌声 男人立身要编辞 做得心与心跳 我又无辨碍力 卖着昏远投影 垃圾的奇迹 斩激心里 真愿意 不止点 随着一声爆炸 这个英勇一声的警察葬身火海 这也是张绍军永远的痛 回到警署 一向冷静的陈凤翔 无法压抑心中那团火 他看着大张四尔曾经的位置 自己坐卧底十七多少次支撑不住 就是大张四尔在给他力量 他走出办公室 看着墙上反黑组重点目标嚣张的照片 大伙订案 是 取消所长的假期 不管有什么方法 最短时间内把嚣张找出来 要是 孟哥 想怎么样 小张 很久没见 没有 惦记我 我手下怎么样 好像还有呼吸 小安接到警署宣传部指派的任务 正在录制节目时 肖章却突然掳走小安 并且带走了宣传部的同事 此时他打电话给陈凤翔 并且告诉陈凤翔小安被绑架的准确位置 不过他的手法与对付大张四尔一样 小安也是被绑满新型炸弹 并且肖章要将绑架小安事情进行现场直播 肖章还无所畏惧的进入镜头 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挑衅警方 我现在正是向你们香港警察 尤其是反黑族 最重要的是陈凤翔赌场 孙寨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就来救你的手下了 但是你也没有多少时间 自己算吧 陈凤翔带队赶往现场 可现在有大把钞票的嚣张 买通一帮蛊惑仔挡在必经之路上 就是要拖延时间 小安身上的定时炸弹爆炸 一切做好后 肖章离开现场等着看这出好戏 而此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回到台湾的小黑来到香港 他听说小安的事情 就带着兄弟来帮忙 让陈凤翔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与此同时 这次拆弹组已经对这枚炸弹有了深入研究 他们赶往现场进行拆弹 不过依旧面对二选一的难题 而肖章的电话适时打来 他告诉陈凤翔剪红色 而此时大鹏的一句话提示了陈凤翔 上次就说剪蓝线 这次又说剪红线 这被他玩死了 你说什么 我说上次说剪蓝线 最后那句 这是被他玩死 他太了解肖章 这枚炸弹只能拆除不能剪线 我知道你玩什么 肖章 你上次叫我们剪蓝线 如果我选错的话 以你的性格一定会信责乐乎 而这次你完全没提过上次那件事 就说我们选剪红线或者蓝线 这个炸弹都会爆 对吧 与此同时 张绍军找到了肖章的藏身处 他将地址告诉陈凤翔 要陈凤翔过来接应 张绍军进入废车场时 看到蜂魔的肖章 只因为小弟说错了一句话 就活活将他打死 你连自己人都杀 你还是不是人 这段时间 就是斗手棋 不是你吃别人 就是别人吃你 你不杀了 我就被凤凰哥带走了 你老爸的仇 这一辈子也报不了 有一句话 我想亲口告诉你 那天我不应该这么快就走 我应该留在现场 看着你老爸 这到处都是 一定很精彩 肖章就是要分散张绍军的注意力 突然他掏出枪 我叫你救我 最可怕的不是对敌人残酷 而是对自己兄弟也可以痛下杀手 被佐治折磨到精神失常的肖章 已经没有人性 而是如野兽一般对待这个世界 他看到张绍军找到他的位置 肖章开始挑衅张绍军 因为他复仇的终极目标就是陈凤祥 他想把张绍军变成第二个自己 让陈凤祥永生痛苦 肖章趁着张绍军分审 他突然向张绍军射击 警察出声的张绍军反应迅速地躲过子弹 并且成功扭转局面 就在他要制服肖章之时 肖章看到桌上的面粉 他突然抓起一包向张绍军撒去 然后就趁机逃离现场 另一边 天台上拆弹专家用专业的知识 终于拆除了小安身上的炸弹 反黑组用团结和智慧救了小安 听到这个消息 陈凤祥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对付肖章 肖章藏匿的就货柜码头 这里地形复杂 他一路狂奔 还是被张绍军抓住 被打得满脸是血的肖章 仿佛已经感受不到疼痛 而是这份复仇带来的刺激 他依旧不断用言语挑衅张绍军 直到陈凤祥赶来 听到陈凤祥劝解张绍军 千万别动他的劲 他一直认为 是我把他看成这样 他想报复 要把张绍的儿子 我的好搭档 我的好朋友 变成另一趟 肖章故意提起大张绍的事情来刺激张绍军 只是陈凤祥不会再让他伤害自己身边重要的人 为了这份正义与使命 他们已经失去太多 现在我都还来得及 看你的仇 这一辈子都报不了 你没办法做梦 都会梦见你爸 爆炸 爸 爸 爸 好 大张三的死 根本与你无关 不管你接你条线 炸弹都会爆炸 如果你现在杀死了 你老爸 买死 肖章被胆来支援的警察带走 不过此事远没有结束 等等 还有件事没做 陈凤祥亲手为肖章带上头套 让负责押送的警员带走肖章 不出意外的是 政治部在此刻再次插手 陈凤祥 什么事 大三 车里那个是不是肖章 谁啊 我来接受这个犯人 这样不合程序 不用跟我说程序 这是命令 你可为了我法案司法公正 我当然愿意跟你合作 大四 大张车 反黑组不计危险 终于抓捕到风魔的肖章 然而此事政治部的大四出现 不按流程参与反黑组的行动 并且官大义急压死人 面对大四强行要带走肖章 陈凤祥只能将肖章交给他 不过政治部会插手此事 已经在张绍军预料之中 所以他们提前给肖章带上头套 并且张绍军躲在囚车内 他换上肖章的衣服 并带好头套 坐上大四的车 在车上 大四要肖章交出那根龙头棍 你乖乖的跟我合作 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条件 我可以帮你安排 特赦 送你去一个很远很安全的地方 还给你一笔足够你过下半生的钱 只要你现在告诉我 龙头棍藏在哪里 当他发现是张绍军的时候 大四准备灭口 却看到梁四带队截停了他的车 他们的对话 已经通过到全警局 这次无论大四有多么硬的后台 都不可能再只手遮天 你职位这么高 我不敢拘捕你 不过我建议你想清楚 回去怎么向一颗交代 经过调查 佐治最终被发现在寒冰以前的食物 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一具尸体 然而警方将佐治的信息交到英国军情五处 却说没有这个人存在 甚至否认他英国公民的身份 不过杨瑟尔在遇害前 将整件事的经过 以及张绍军的身份 发给了英国下议院的一名议员 之后杨瑟尔出事 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 政治部会提前解散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并且梁瑟尔将张绍军的资料交给陈凤祥 张绍军随时可以办理复职 重回警署 经过这场腥风血雨 曾经香港的最大社团何兴盛 已经元气大伤 并且龙头棍至今下落不明 本来这根龙头棍 是用来警惕后人 出来行走江湖 要讲道义 讲信用 现在反而为了他 兄弟之间 你争我夺互相残杀 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还真的找不到了 那就算了吧 离开时 陈凤祥看着已经年迈的深夜 那个盒子分量分外显眼 爸 你找我 麦可 是时候回来了 所有事情尘埃落定 大思尔又单独约见肖章 你好张之强 我是来 谈生意的 我叫肖章 什么声音 龙头棍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吧 那就是